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教的二地是患有空二地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 佛法在解读人生的时候 他首先把人生切成两块 一个是属于生命的现象 这个我们叫做世俗地 另外一个是属于生命的本体 我们叫做真地 那么我们凡夫众生呢 在三界里面的生命呢 我们这一念心呢 是习惯在生命的现象的这个世俗地活动 那么活动会出什么问题呢 因为我们本来就有问题 问题不是外境有问题 是我们自己的吸纳有一种颠倒想 但是我们在过去的生命经验当中 累积很多错误的影像 这种影像绝大部分都是美好的回忆 那么曾经是你过去美好的回忆 到了今天 变成是一种错误的颠倒的一种妄想 所以我们用我们过去的影像来解读人生 在整个有向的色寿想形式活动的时候 我们对人生产生了四种错误的解读 叫做常乐我尽 我们一直认为生命是恒长的 是快乐的 是可以主宰的 是亲近的 然后我们就在生命的有向因缘开始去攀岩 去爱曲 去主宰 然后就启动了无量无边的业力 然后就堕入无穷无尽的轮回当中 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差不了多少 只是有些人可能善业强 人生活得快乐一点 有些人罪业重 活得痛苦一点 就这么一点有差别 但是大方向 满身的业力 无穷的生死轮回 是每一个友情众生都差不多的 一直要等到佛陀出世 佛陀出世以后看到众生 他对于生命的现象 这种因缘果报 他本来也就是一时的现象而已 那么如此的攀岩执着 佛陀只好先讲十有恶地 因为我们喜欢攀岩向壮 那佛陀也只能够从向上先对峙 十有恶地就是说 你在哪里跌倒 就在那边站起来 所以藏教法 他就是冲着凡夫来的 你在向上 你认为是快乐的 佛陀说是痛苦的 你在设身 你认为摄身是清净美妙的 佛陀说摄身是不尽的 所以他这个不尽苦无常 无我来就是冲着凡夫在有相的因缘的攀岩 产生的颠倒来对峙的 所以刚开始佛陀并没有否定现象的存在 因为你一否定他 凡夫没把我接受 因为我的心一天到晚在有相的 身心世界活动 你一开始把我空掉 凡夫没有下手触啊 所以佛陀就为师师权 就告诉你 我们喜欢象壮的东西 没事 那么藏教就在向上活动 你也在向上活动 但是你起了不同的思维 你不禁对峙颠倒 乃至于无我对峙我颠倒 这个就是藏教的教法 他就从一个凡夫的角度 来帮助我们 从有相的因缘解脱出来 所以藏教的法 他并没有一开始否定有违的现象 他只是说有违的现象是无常的 从无常就衍生的痛苦 因为你这个象壮这个活动 你没有安全感 你不安稳 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你更不知道你男生要去哪里 所以从无常苦 产生的一种 无我你不能主导人生 你自己都不能主导你自己 你怎么可能去主导别人 不可能 所以他整个藏教的思考 就是从凡夫的有相因缘当中 产生一种相反的思考 就是对峙 这个就是石油的 佛陀先承认这个象状是有的 但是你要从象状处理 他是想处理 所以这个佛陀是一开始 先把知识放得很低 就把它当作跟我们凡夫一样的情况 来面对人生的有相的境界 这个是佛陀讲的藏教法 那么你慢慢慢慢对这个象状的执着 千薄啦 佛陀讲更深的道理啦 叫患有空恶地 患有恶空地的恶地的思想在意 诸法不自身 亦不从他身 不共不予事故之无神 前面的藏教是直接从世俗地去对峙 把从世俗地里面出离 把它拉到真地 那么整个通教的思想啊 他不从世俗地 他直接契入真地 他把象状剥开来 好像这个象状啊 本来就没有的 无神 无神的概念啊 他主要是建立在诸法不自身 其实你只要不自身 你后面的就全部都了 就是说 每一个东西 它都不能独立自主地存在 你要假借阴言 你才可以存在 没有一个东西说 没有外在的阴言 你就能够存在了 没有这回事情 包括你的射身 包括你内心的活动 都是由诸多的阴言 而创造出来 所以 你的身体 是假借阴言 所以你是自行恐 你没有自信 你没有独立自主的体性 你不能决定你自己的性质 比方说你的射身 作为你这个射身 你说是你的 如果是你的 你应该决定他的性质 你要他生老病死 你就应该决定嘛 关键是你不能决定 你说这个 你现在内心的活动是你的 你能够决定你的妄想吗 你也不可以 他要打妄想 你拿到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东西 是有自信的 因为 他不听你招呼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叫做 事故之无神 那么无神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取一项 读着不动 就是 你只要不取相状 相状是不能干扰你的 那么这种思考 就比藏教的思考更加的深层更精致的 藏教是说 你既然离不开相状 那佛陀就陪着你 那就从相状里面来对峙 你喜欢这个摄身 佛陀说这个摄身是不敬的 你喜欢你的内心 佛陀说这个内心是无我的 不能控制的 那么到了通教的时候 他这个是立根人 他认为 色不迷人 人自迷 其实五印诸法 他就是一个业力显现的影像 他根本就不是障碍你 你只要不执着他 他根本不能够成障碍 是你自己去制造的 本来无一物 你自己是惹尘埃的 所以他通教 他不观世俗地 直观圣意地 观真地 观一切法 畢竟我 畢竟我无我我所 这个时候他先安住了 自然就把这些生死业力给熄灭 他没有经过有相的对峙 直观空性 他把相状先拨开来 直观相状后面的真理 就是你从什么地方来 把相状的背后的空性找出来 然后在那个地方安住 所以他这个仗教 为什么能够看人生 如梦如幻 因为安住空性的人在看人生 他认为人生是无所得的 就像做梦一样 你说梦境 你要把它当真 那他就好像有真的感受 喜怒哀乐 但是你要知道他是梦境 这个梦境根本对你一点伤害都没有 所以他这个通教的思想 在解读人生想更高级了 从藏教的一种面色起空 他一定要离开有效的境界 才能够进入圣意地 到了空教的时候 他告诉你 你只要不取相状 你就能够进入真理了 只要不取就好 你要做两个字就好 如果你的智慧够高的话 处理问题 你只要记住两个字 就是我不取 没有人会干扰你 全世界没有人会障碍你往生的 就是说你不招惹你心中的影像 其实按照佛法的道理 一个人是你都是自己障碍自己的 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妄想 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要去惹事情 那你的事情就会很多 为什么我的事情会比一般人多呢 你自己喜欢 你就有这种潘原心嘛 所以 人生的问题都是自己招感来的 你要永远知道这个道理 你才有办法解开 就是说 为什么到了别教言教 处理问题会越来越简单 因为他们的智慧越来越高了 如果业力 能够主动的攻击我们 那我们就惨了 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三界了 就是说 虽然我们有无量无边的业力 但是 你不惹他 他不会主动惹你的 所以他这个通教的思想 就更高明了 藏教士说 我先去惹你 然后我再来对峙 这样也没办法了 你一定要惹他 佛头双大 你一定要惹他 那就慢慢对峙吧 就实时清佛事 莫是惹成癌吧 通教士说 你只要不举一下 事件上的事情 本来就没有什么事情了 业力来 随他来 业力走 随他走 因为他本来就无胜 他就是一个阴言生灭的一个战时的假象如此而已 所以我们看通教在处理问题 他从一种无常苦无我的对峙 而提升到不取一象如此不动 从灭色起空而提升到延起信空 他们在处理人生的障碍 更加的巧妙 更加的精致 速度更快 尤其是灵命中 我讲实验法 灵命中的时候 你用藏教法来不及了 但是平常的时候 藏教非常好用 但是临终的时候 你要把操作的法门 要把它精致化 因为你临终的时候 你的心态是内忧外患 你一定要把所有的法 融缩到一个很简单的操作 就是空心的道理 让他很快的进入状态 所以在整个通教的思想就是说 我要放弃身心世界 我不需要任何理由 你看藏教人 你要他放弃 要四种理由告诉他 因为他是不敬的 是苦的 是无常的 是无我的 藏教为什么愿意放弃人生 进入炼盘 他就是一直是个道理 因为人生 没有给你快乐嘛 那么通教的时候 你不用讲四种理由 我只要知道一个理由 就是一切法就不真实 就够了 他就可以放弃了 因言所生法 我说其实是空 这一句话 告诉通教人 他就足足可以完全放下生性世界 既然不真实 我没有必要去招惹他 那你生生世世轮回 做到那么多梦 到现在 你什么也没得到 就是除了满身的业力以外 你什么也没得到 这句话就够了 一种无所得无所住的概念 所以这个通教人 他对人生在处理问题 他更高 当然他的智慧更高了 好我们来看 到最后的陈佛 他从一切法治性空 经过了六个阶 前面的五个阶位 到第六个阶位 他是怎么情况 我们先把它念一遍 六 究竟集佛 究竟集者 第十佛地也 机缘若熟 以一念相应慧 断于残惜 做七宝菩提树下 以天一为作 现代列圣应身 为为三称根性 转无身四地法轮 圆境入面 正习俱除 如解火所烧 碳灰俱进 与藏教佛果旗 那么通教的菩萨 他一开始 就观无身的道理一切法 本来就必经空 不是说你要去放弃他 他才必经空 他本来就没有 所以他经过了前面的五个阶位 到的最后 经过三大阿僧集结 因言成熟 最后 在菩提树下 以一念的相应慧 这个相应慧 当然就是 必经空 无我我所的智慧现前 这个时候把三界的烦恼喜气 全部给消灭了 那么这个时候做七宝菩提树下 前面的藏教是做木头的菩提树 这个地方是七宝的菩提树 以天一为座 前面的藏教是以吉祥藏为座 那么现代列的圣应身 前面的藏教是陷 藏六的老比丘下 这个地方是陷 犹如须弥山的这种圣应身 那么 当然陈佛以后得说法 他说什么法 为三层的更新 转无生师弟法门 就是告诉你 苦必经空 无我我所 即灭道必经空 无我我所 以必经空来观察一切法 保持不迷不挤不动 你的生死就可以结束了 用无生这个字 贯穿整个杂染银眼跟清净银眼 因为杂染法也是假借银眼而生 所以自信空 清净的银眼也假借银眼生 也是自信空 他用无生的空性贯穿染境诸法 那么来射受这种界内利根的众神 一起教化结束以后 大概30岁成到80岁入庙50年以后 正习既除 烦恼跟习既都消灭了 那么就像结火所烧 叹灰寂静 以藏教佛果起 通教在空性的操作 虽然比藏教更高明 但是如果他在空性当中 没有产生菩提怨力 没有怨力 只有空性 那最后结果是一样的 也是入骗空烈板 只是他的时间更短 那么他操作的手段更高明 如此而已 这个无生是地 当然核心是想在无生 通教人认为一切法 你要去解决问题 你要从他的原点去解决 你看藏教解决问题是从 直末 这个问题已经出来了 这个已经到了最后了 才来对峙 你已经执着了 那只好对峙了 那通教人是说 这个现象在出来之前 他原来是什么 是无生的 他就是说 你一开始就不能执着 藏教是你可以执着 但是 你思维他的过失 你慢慢的离开他 就是说 五印诸法是真的 但是你透过你的过失的思维 慢慢把它放弃了 那么在通教认为 无生吃地就是说 他本来就没有 你在梦境里面 活动 不管是人生一场 龙华富贵的梦 或者是悲见痛苦的梦 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得到 就是空欢喜 空痛苦一场 这个概念就够了 就足够让通教人放弃一切了 那么这种情况有两种情况 他的自信空的思想 如果是外观的 向外观察的 他是空掉外在的五印 那么他是偏空 如果他的空性能够内观 心性 把妄想空掉 那么他就都大成 因为他无助 他就能够生心生起不敌眼 所以他的空观的智慧 关键就是他是向外 还是向内 举一个例子 像唐朝有一个禅宗的 其实叫龐印基石 他开幕以后 讲一句话说 他说十方同一处 各个修无为 此事显佛常 心空及地归 他说整个大小乘的修学 有一个共同的下手处 就是修无为法 因为有为主法 都是过失的 世俗地没什么好修的 你世俗地 你把世俗地里面的音源 你说你这个世俗地 你今生把世俗地 经营得很漂亮 社生也庄严 建属也很孝顺 财富也很多 最后世俗地是生灭的 空观性异常 所以在佛法当中 不比世俗地 因为这种是战死的 佛法是比胜利地 就是你对真理的觉悟 这个很关键 因为这影响到你成佛的快慢 也影响到你往生的可能性 那么各个修无为 就是说佛法的修学 不比世间的有为主法 因为死亡到来 所有人都是归零 结果是一样 那么什么是无为主法呢 心空即地鬼 这都很重要了 这句话如果通教人看到 他就能够从空出甲 从通教转成别言两教了 就是你 这个空观操作得很漂亮 但是你不要空掉外境 真正的问题不在外面 空掉你内心的妄想执着 如果他能够解悟到这一点 他就不会入片空脸盘 就是说 生死不是问题嘛 你为什么 就是说这个生命 生命没有错 有一个色身 有一个内心没有错 你如果把这个身心世界操作得好 他就是光德庄严嘛 你看佛陀也有色身 佛陀也有生命现象 佛陀有法身 有净土 所以当他的空性是向外观的时候 那他就把生命熄灭了 那最后跟葬教就完全一样了 所以你这个空观到底是外观 或者是内观 就关键了 所以方法对啊 你的方向也要对 这个地方就说明 为什么这个人 他这么立根 他能够把空性看得这么清楚 为什么最后入片空脸盘呢 因为他不是空观啊 他把外景空掉了 很可惜了 他不是到问题出在内心 问题在这里 好 我们看新二的明观法 前面呢 是讲到整个将教 他是怎么样来修无声的 从一个礼记到明之位乃至于究竟记 他的一个浅身四地 那么这以下呢 说明这个通教的 他在解读人声呢 是怎么观照的 把它做一个总结 这个地方有三科 一 明顿根通前 二 明立根通后 三 解释死法成正 我们先看顿根的通前 我们先看顿根的通前 此教一句三秤根性 同以灭地为出门 然顿根二秤 但见于空 不见不空 人与三藏 同归灰断 故名通前 这个通教啊 他虽然有三秤的根性啊 你看通教也有声文元解菩萨 但是他三秤的根性 他的方法 竟然完全一样 都是观灭地 诸佛啦 诸佛啦 诸佛 诸佛总本来也常知极灭想 他只在观极灭的 无声的观念啊 他就把所有问题解决了 那 但是呢 如果顿根的二秤人呢 他在观空的时候 是向外观的 就观照一切法空 没有观到一切法的妙用 他只看到生命的空性的这一块 他没有看到你把妄想空掉以后 你把灰尘剝开以后 那个清静明了的心性 那个功德庄严的一念心性 显现出来 就是说 你把灰尘剝开那个镜子是没有错的 我们一念心性 无量节的被妄想遮盖了 如果你把妄想空掉 你如果能够内观空性啊 破妄显身啊 那你 诸佛所证 众生本具一念心性显出来 那发起广大的不敌心 就如大乘了 但如果他今天只是向外观空 那么最后跟葬教同归 灰身敏制 这个叫通前葬教 葬教人啊 我们前面说过 葬教人在观察人生啊 是观苦地啊 就是说 葬教人认为人生是真的 佛陀也不反对 还说你把人生当真 死有恶地 佛陀也不反对 但是佛陀说呢 你要观察他是无常的 是苦是无我的 你只要观察他是 你不能爱娶 你不能主宰就好 你要把他当真也没关系 所以葬教的思想在处理 他可没有把人生观空 就是说 我惹不起你 我离开总可以吧 所以葬教是站在一种 厌恶生死的角度 而悼念盘去的 他并没有把人生观空啊 通教不是啊 通教人一开始就观 诸法不自生 亦不从他生 不顾不应 事故之无生 关键在无生 所以波磊七星讲啊 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近 不增不减 这六个步啊 一切法空的相貌的六个相貌 最关键在不生 你把不生 懂了 你就知道什么叫不灭 什么叫不够不近不真不觉 就是一切法本来就没有 他没有说现在没有 就是当音源没有启动之前 神明是没有的 诶 那我现在有啊 废话 那现在音源已经有了嘛 他告诉你说 你把人生归零 就是他是怎么有的 其实人生是无中生有 本来没有 但是一言合合 啪 希望有 所以人生是无中生有 如果人生是真实的 那就惨了 那没有人可以改变了 还好我们的果报精神是不真实 那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生的某一个时间 某一个地点 照着某一个业力 现在显现出来 因言合合 啪 希望有神 业力释放完 他跑哪里去了呢 他回到空性去了 这个叫做无神 有等于没有 这个道理你要懂 对你要超越障碍 有很大的加持力 这个观念 在处理障碍 比障教更高明 更快速 所以他这个以灭地为出门 灭地就是无神 他直接关无神 所有问题都不需要理由 你不要告诉我 人生是痛苦的 你也不要跟我讲 人生是不可主宰的 我就可以放弃了 不必太多理由 只要告诉我 一切法无神就够了 那么这个是利根人 他处理问题 就比一般人高明了 当然他今天的空性 是向外观察的 他的可惜就是说 他没有看到不空的妙用 这个是他可惜的地方 所以他只好 最后的结果 入了灰身明治 但是这种人要从空出甲 要回想相大 还是比障教来得快 因为他没有法治 他离开娑婆世界的时候 没有带着一种情绪的厌恶 他是心平气和离开的 所以他要回入娑婆 相对比障教容易多了 我们看利根的是怎么回事 利根三秤 不但见空 兼见不空 不空即是中道 则被别缘来接 顾名通厚 那么通教人在观下法 空的时候啊 诸法不自身 亦不从他身 不顾不因事故之无身 他的无神思想 他从外空以后 他回观反照 又观内空 这个时候 他就进入中道思想 这个人的信心就显现出来 举一个例子 在六祖禅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禅师 叫怀朗禅师 这个怀朗禅师呢 他学过天台教官的 但是后来他觉得 好像没有真正的 明白这个 一念心性的道理 他去参访六祖大师 六祖大师第一句话就现出残疾 他说 你从什么地方来 修行人 从来不跟你讲世俗地的现象界了 他问你 他都是在探讨圣命的根源 讲圣意地 怀朗禅师打不出来 怀朗禅师就在六祖道士都坐下 写了三年 三年后他也懂了 他就跟六祖大师说 我现在懂这个道理了 六祖大师又问他说 你从什么地方来 他说 说是一物无疾不重 说这个东西不能说 不能说 你等下判断 要以心应心的 万一你抽了消息怎么办呢 又继续问 他说 还有修政府 高明 他说 怀朗禅师说 攘屋即不得 修正即不武 就说 攘屋即不得 这个人已经证得空心了 已经觉悟空心了 就是 真正的空 是不能攘屋的 所以他这个空 已经跟藏教的空不对 他这个是 通教的严容无碍的无声的空 真正的空 是 你这些现象界在那边活动 他就可以成立功了 不必要灭射其空 有这个花是空 何夕带凌落 然后死之空 你要等到这个花没有了再说空 那你这个是顿根的空 这个花因为它本身 你不能决定它的性质 它是因言决定的 你根本不能决定它的 它本身它自己不能决定它的性质 就是空 它自信空 它只是因缘有 所以它只有假象没有实体 它要有实体 它就是永远 它永远都是一个花 但是它业力释放法的话 它这个花的因缘就没有了 所以它这个空性没问题 关键在不空 修正即不无 染污即不得 这个修正即不很重要 就是说 一个人 他关系法空的时候 他把心性显出来 他要有修正的功德 我们前面都在处理生死业力的问题 就是这个乞丐 你怎么样先把乞丐解决了 现在已经不是在处理这个业力的问题 是讲成佛的问题 讲功德庄严 功德庄严 功德庄严 你必须把心性秀出来 所以这句话就透露玄机 修正即不无 心性是可以修正的 你去修它 它就会有功德出来 所以他就说 嗯 不错 你讲这句话对了 染污即不得 修正即不无 这个是中道的无助身性 真光妙有 所以 通教的空 如果他能够观察五印皆空 又能够回光返照 看到内心的不空 就助中道的真如思想 那么这样子这个人 就助别人 就助大乘思想 所以智德大师的高明 他把这个空性 无生的空 解一个通 通前通后 内观外观 如果外观 那么他就通前 如果他能够内观心性 那就通后 好 我们再往下看下一段 中道又分为二 一者 但中 唯有理性 不具诸法 见但中者 皆入别教 二者 原中 此理原妙 具一切法 见原中者 皆入别 原教 那么他如果是 这个空性是内观型的空 那么他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 淡中的真如 只有二空的理性 但是没有这个理性当中 没有明了性 不能记足功德的妙法 所以只见得中道 那么介入别教 如果他那个回观 返照呢 能够看到 言中 他在观念性法空的时候 他能够知道 一念心性 本来 具足诸佛的功德妙法 那么进入原教 一个人开始内观的时候 他就是在开闲保障 所以我们人生 成佛两大问题 第一个处理生死业力 第二个怎么开闲你的信心功德 两件事情 当然帐通两教 主要是在处理生死业力了 但是一旦入了大秤 那就不是说 不是说解决贫穷了 你要创造财富了 他更积极地创造财富了 那么创造财富呢 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 你本来没有财富 但是 你只要努力 你未来会有财富 这叫淡中 别教的思想是 从阿赖也是启动的 阿赖也是 没有诸佛的功德庄严 但是他可以怎么样 他可以转 转世成世 你只要修 發佛提心 修习六度 用第六意识的清静的名言 去欣喜他 第八识就能够不失一心 不失一变 虽然他没有 现在没有功德 但是呢 他以后会有功德 如别教 那如果你更高明 你观一切法空 你把心中的妄想拨开来 看到你一念心性 本来清静 本来祭祖 跟十方诸佛无二无别 你就是大父长者的儿子 你本来就祭祖保障 你只是把他开显出来而已 入言教 就插在这里 我们前面是在处理阅历的问题 当然处理阅历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眼离他 第二个把他关空 这两种 账通两教 一个是眼离 阅历是真的 我惹不起你 我放弃主宰 总可以吧 或者说阅历 阅历本空 阅历本来就无声 所以我就放下执着了 那么现在要处理心性的话 也是这两种情况 这个前面是用否定法 这个是肯定法 心性是第一种肯定 你肯定你未来会有功德 别教 叫做破妄显真 他是站在妄的角度 去开显真实 你总有一天 会有功德 这是一种肯定 对未来的肯定 言教的思想是 你现在 就是佛陀的儿子 那么 你本来就祭祖功德 你修行的目的 不是真正的 得到什么东西 圆满菩提 归无所得 你只是把你本来的东西 把它开显出来而已 那么对现在的肯定 今之当体事 方恨至戳脱 对当下的肯定 言教 别教是站在虚妄的角度 来追求真 严教是站在真的角度来破妄 所以我们看 在藏东两教佛陀是用否定法 否定你的爱曲 否定你对生命的主宰 到了大圣佛法佛陀开始肯定了 肯定你未来的成功 肯定你当下的成功 这两种了 所以就是为什么在大圣佛法的中道思想也是两个 一个是实施情佛事 末世者尘埃 对自行的中道 透过名言思考 一个一个建立 布施要怎么布施呢 也是用名言 用布施对自迁滩 用直戒对自破戒 用忍辱对自迁滩 用忍辱对自称慧 他是要透过第六一诗的名言思考 那么到了本来无异物和入者尘埃 那更高明了 你要我布施 我不需要理由 因为我的心性本来就有布施的功德 我去行布施是正常的 你不要告诉我说要对视什么迁滩 反正我就是称性 我的心性本来就没有迁滩 所以我做这样子 我只是随顺我的心性 我只是随顺我本来面部而已 这个人更高明了 本来无异物和入者尘埃 但是正常人 正常人这两个都要透视操作 其实藏东两教的空性也很难把它切开来 空性的操作要有安住跟调谱 中道的营练心性功德的开险也要有安住跟调谱 我们本来无异物跟实施其佛事也是缺一不可 只是说你悟的道理是一开始悟什么理 那么这个时候就影响到你的根性跟种性 两种的情况 一个是悟道的妄想 但是这个妄想 也没有真的成分 带有真实的妄想 那么炎教士是悟道的真心 就是带有妄想的真心 它本质是真 以真来破妄 那么这个别教的是以妄来显真 这不太一样 再往下看 就此被揭又曰三位 一者上根八人见地被揭 二者中根伯地离遇地被揭 三者下根以伴地知佛地被揭 就此三位被揭又各有安慰圣禁二义 若安慰皆 或同别实相 或同原实性 若圣禁皆 或登别出地 或登原出住 好的 先讲 那么被揭呢 当然这个人他能够观一切法空 又能够看淡心性本来不空 那么就被揭了 就被揭有三种情况 善根人这个人根基地 八人地见地被揭 就是说他在观一切法空无我我所的时候 他呢 到了这个 段见后 入这个小镇的见到位的时候被揭 当然这个人被揭 按照常理来看 很少是自己觉悟的 一定要佛陀说法 诸位 大乘佛法的中道思想 你很难自己想出来 很难 但是空心的道理 尤其是 藏教的空 不一定要听佛说法 因为他是私意境 你看 你看那个独爵 喜马拉雅山很多修行人 根本一辈子没看经典 他春光百花开 秋土黄月落 他也是到无常 但是极空极假 其中这种圣庙的道理 你自己做到那裡 自己打妄想 你想不出这个道理 不可能 所以一般能够在大乘法被揭 他一定要听佛说法 就是这个人一言道了 佛陀出现 把他说法 这个时候 正得出国的时候 就转到大乘去了 中根人到的博地 到的异地才被揭 到调福禅界的爱曲才被揭 下根人要正得阿罗汉辟师佛 断继一切见识烦恼才被揭 所以看这个封尘上中下根 就是说啊 你越挽回小向大 你的根迹越差 对你成佛之道 越不利 看这个意思 涅槃也不是好东西 因为你涅槃待得越久 你的法子越重 你耗耀极尽 这个就是法子 佛法认为 生死的造动是不对的 但是前盘的极尽 你也丧失 激功累得的机会 那么 也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我们要说明一下 就是说啊 佛法的一佛秤思想就是说 你一开始啊 你就必须要圆满的了解 障东别人世教 道理要圆满 实际操作上 你可以从障教下手 但是你明白的何其自信本质清静的时候啊 你去操作小证的出离法 就算你暂时的离开说佛世界 你也不会落下后遗症 你不会产生一种极端的排斥 他这个地方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他这个人一开始啊 没有全面的学习佛法 没有全面 抓到什么就学习 哦 他从藏教 一辈子学藏教法 开始把生死解决以后啊 入了涅槃以后啊 当然他花了很多时间 把生死解决了 他涅槃他就不想出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 对他以后的行菩萨道 会产生严重的障碍 菩萨过度的耗耀寂静啊 这个时候就 妄施大悲啊 不要修善 在大政起庆论上说 对诸佛菩萨的功德庄严 不生耗耀 对众生的痛苦没有感觉 那么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呢 这种偏空的念 把你待得夜久 你未来要处理这个法治 就要花更多的时间 所以你一开始 就要把佛法的一念心性弄清楚 虽然在对字上 我们可能在方法的操作上等同藏教 但是我们在心态上 我们知道 叫做借甲修真 你是借这个不尽苦无常无我的相状 来修心 不是真正的有生死可以了 也没有真正的唏 朔博世界可以厌尼 你只是用希望的法门 来消灭希望的朔博世界 那么这样子的厌尼 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 这就是所谓的一佛称的思想 那么就此上位被揭 也各个有暗卫跟圣经不同 那么这一点我们待会再说明 我们休息十分钟